好了, 講一下2013的part 8 看看past paper, 有關題目主要有兩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有個女生在黑板面前寫的 第二張照片有一班由上而下 有班小朋友還是中學生 大家把手在一起, 團結一致的姿勢 記住2012、2013至2014的感覺都是以創作為主 為什麼這樣說呢? 所謂的創作為主要是怎樣展現出原創的東西 原創的東西都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細節 第二個層次就是可讀性很高 或者我們簡稱為有些內容 例如有機會寫的內容方面 有一些特別之處 可能特別之處是怎樣呢? 我們會借這個例子去講 好了, Part 8 很多人會想到的是你第一天上學 因為他第一張照片是一個小朋友來的 小女兒來的 一定是說你可能是幼稚園第一天上學 或者是一年級第一天上學 所以很多人會這樣寫 亦都有很多人會寫 參加一些異教異工的服務 其實這兩個方向 沒有說你寫了就會沒有這個層次性 相反 我們希望是藉著一些細節去告訴別人 你的能力與別不同 因為事實上這些活動很多人參與 亦都這些活動是值得我們去寫的 我們嘗試看看第一篇 第一篇呢 其實你看到他的表現 就是他會說 他去一個Service Street 去山西 我想是閃西還是山西 不要緊 然後這間學校很殘破 然後沒有電腦 亦都沒有一些足夠的設備 這個對比香港來說 當然是很落後 我們去那裡就教什麼什麼科目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剛才的Originality 第一個層次detail detail 你怎樣寫呢 其實就視乎你的發揮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能夠寫 一些比較獨盜一點 深入一點 例如你教歷史地理 你有機會用到一些 他們沒有見過的 例如他們彩色地圖 也不會有太多機會接觸到 或者一些和地理測量有關的儀器 你可以講到這些細節 就可以突出你的文章的原創度 好了 你看到他是一個女孩子 然後他是主持的 其實可能上課未必要host 但是如果你說Service Script 可能是活動性質 我也會接受你host 然後他的學習態度 其實相當值得我們欣賞 你看到他裡面寫 就是他很珍惜 treasure 這個learning opportunity 學習的機會 那他是一個榜樣 然後呢 只要有一支筆 有一塊板 其實就已經可以有學習機會 他原本可能寫得不太美 所以就幫他做了少少 language 方面 enhance her language she is a proof that learning is about motivation and not about modernity of campus 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 language 方面 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用一些很深很難的字 有時候我們一些漂亮的字 不一定要用一些深字 OK 那漂亮的字和深淺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OK 那當然裡面有些language ratio 如果你們是本身訂了這本書 就可以詳細看 也都歡迎你畫面見到 就這樣在下面問都沒有所謂 OK 我們的course的原意就是想普及 對吧 那也都說一下 大家用山字的時候要注意 可能prevalent這個字 其實我們平時就不太用 這個字呢 我們用的時候 prevalent 這個意思會是一些隨處可見的 就是instead of 好像這條說話 是一個 就是教育方面 是很多人都有 OK 就是有這個機會 就是不同的 這一點 OK 就不是教育 就是那個用法 抽象一點點 我們就用回 take for granted 之類的字 行不行 好了 接著第二張相片 第二張相片 那這位同學 寫了他去一個類似交流團 study tour 接著就是一個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館 可能在外面拍的 他就說有很多不同的國家的人 這些就是剛才的details 怎樣能夠寫得 細緻一點點 OK 接著我們再下 就看他這個british museum 就有一個idea 怎樣去這裏呢 其實就是去 由這個澳洲的參加者提出的 OK 這些就是details 就你未必說要 去propose一些 很特別很特別的內容 但你肯是去elaborate 一些details出來 就已經會被人感覺 與別不同 不論你是打算 A level 2 變 level 3 還是Level 3 變 level 4 或者Level 4 變 level 5 甚至是Level 5 或者以上 希望 即是你本身有五個底子 希望拿到五星五星星呢 其實我都會建議你們 就是由這個detail 怎樣能夠令自己寫detail 那裏 被人感覺是寫得自然 還有一些可讀性 因為很多同學寫detail 就會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寫了一些流水像的東西 OK 這個是要透過練習 以及由別人給 comment 去到改善 upgrade OK 他會呼應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就是說他在這張照片裡 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從中呢 他就看到friendship的意義 也都在 在於這個 就是叫做 就是獨特性來講 那他就 有一些extra的東西 就不只是普通friendship 不同國家的friendship 都放了 OK 所以呢 你覺得overall 我就給了around 十五分 那我自己一般會重演 那我想如果你說這篇文章來講 其實Level 5的potential 都有的 好了 下一樣東西 就是 我們說的是一個 就是 也是一個異教團 OK 那你見到 一個volunteer OK 因為呢 voluntary 通常是形容行為 OK 就是 例如好像 例如一個 participation 是自願 不是被迫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字 但如果你說project 那我想 我傾向 就會建議你 用回 volunteering 會玩真點 行不行 好了 這位同學寫 就說 從這個project裡面 我就會想 有一個 什麼的元素 就是好的老師 What really makes a good teacher 那他這個地方呢 就是去緬甸的 那緬甸有兩個名字 一個叫 Burma 一個叫 Miamer 這個叫 Miamer 這個叫 因為我通常 寫Burma 這個多一點 那Miamer 還是Burma 都好啦 那裡面 他講到 他反思就是 有一位 網絡紅人 Uncle Siu 那我想很多 對英文有興趣的 同學 都可能會看過他的片 或者抽水 教學 那這裡就想說 可能你會覺得 這個例子好像挺好的 因為你有共鳴 但你記住 如果站在考試角度 你的Marker 未必是 和大家一樣 是有這些 共同的 經歷 那樣的 所以站在這個位置 我就要提醒你們 千萬不要 那麼容易 就是 用一些例子 就是 你的Marker In case 是不熟悉的 所以你一定要確保 你的例子 能夠和你的Marker 產生到一個 恰當的 共鳴的感覺 或者是起碼 它會共同 跟你一樣認識 這個例子 OK 那當然 我不是說 你這個例子不能用 你可能最好寫清楚 他是誰 你也提過 這位同學 要確保 你解釋他的背景 如果你想傳統一點 就叫Blogger 那Blogger 或者是 可能是 他是一些 網上的平台 做些什麼 你就做些描述 在網上的平台 教一些英文之類 然後我想你們留意 就是 如他寫過的內容 其實就是 他是很足夠的 和題目的關係 這個扣題很重要 任何例子 一定要扣題 所以你看回 他裡面說到 他未必有一個正式的教師資格 如果你認識他 他本身是 應該是 讀L.L.L.B.出身 但是 他不完全是 讀英文 或者是教育 他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I don't teach I share 這些說話 其實是 讓他扣得到 照片的內容 所以他加一點 適度的解釋 就可以令到 這個例子 甚至是 一個不認識 這個網絡紅人的 Marker 都可以 理解到 第二個是 Friendship 他首先 說了一個 過詞 然後 再說 這個Service Print 裡面的 另一個 Component 就是Construction 我不知道 是在學校 還是什麼 Whatever 裡面 他建了一間 學校 他有說 建了一間 Cottage 即是 類似簡單的 部屋 那些 所以 他做了一件事 我會提醒你們 就是 不是太多人知道 就是 兩個 Heading之間 其實 Part A 很流行的 有兩個 三個四個 Component 2021 2014個 今年2013年 有兩個 然後我們已經說了 2012年 Practice Paper Totally 有三個 然後去到 2014年的 Lucky Village 又有三個 我們就記住 每一個 Component 之間 我們要確定 要有適當的 連結 就不是說 純粹 不是說 In Addiction To 那些 這些不是說 不用得 不是說錯 而是說 這個 只說In Addiction To 層次不夠深 我們是說 在內容層面 是要有一個 連結 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一點 好了 又是 詳細的 如果畫面見到 有些用字 Grammar 歡迎你拿出來討論 我們從來都說 裡面不是說Error Free 我們改文 一定是盡力去抽 Mid Stray 也不是說 初中 逐個逐個扣 這些 內容方面 可以跟大家再討論 第三位同學 第三位同學 就是 他的內容 OK 我先講個內容 然後我會再分一段片 就是講 有關他的用字 裡面就是說 我們去Servispring 去Mingland China 然後 裡面就 學一些 英文字 OK 其實vocabulary 是錯的 因為這個是 uncountable 他這個字 用了 是說你 overall vocabulary Bank 有幾多字 不是說一兩個兩個三個 item 行不行 你真的想寫 就寫 要是vocabulary item 這樣 OK 然後呢 還有些什麼內容 他寫了的呢 他寫了的就是 together we can older Oder 就是change 那 change 什麼呢 他就說是一個 meaningful message 就是我們的幫助 OK 就能夠 Our little hub can be transformative to those in need OK Transformative 就是一個很巨大的改變 就是變形金剛 叫做Transformer 對不對 好了 然後看完它右手邊的部分 裡面講到 就是English Lecture 也都甚至 建了一個 小小的書櫃給他們 每人負責帶一本書 去豐富他們的藏書 所以裡面呢 其實它是用得 內容方面 亦都有一個 一定程度的detail 但如果是站在一個很高階角度的話 其實可能相對來說 我們希望會有多一點的獨特性 OK 在這裡呢 我就想講回 就是 我們一開始講 Details 我們知道大概怎樣做 但如果你想有insight 其實其中一個approach 我們叫做Social Awareness 社會的儀式 即是類似 你將一些社會上 即是說的是reality in reality 我們是在發生的一些東西 寫下去這篇文章 我舉個例子 就是 例如 如果你能夠在這篇文 這個2013年裡 你能夠結合到一些reality 發生的字 例如好像 Syria OK Afghanistan 阿富汗 敘利亞或者阿富汗 這些地方呢 其實現在就仍然發生過很多內戰 行不行 這樣就 你可能 有機會 幫助一些 就是這些小朋友 當然啦 你可能說 吐利亞這麼危險 正常機構 或者學校都不舉辦的 其實有很多位置可以寫的 例如 你會不會有機會 去到歐洲 某些國家 他們的reality camps OK 即是在一些難民妻生的場所的學校做教書 這些內容 你起了個頭 就會被人感覺眼前一亮 如果你能夠起完這個頭之後 再 further 深入講到一些比較獨特的東西 例如 你有機會看過一些資料 有關敘利亞或者阿富汗的一些 戰爭的具體情況 你能夠在這篇文章這麼短的篇幅裡 能夠分享出來 令到你的讀者 真是在社會層面的認識 有所增進 有些 insight 那就恭喜你了 你的 content 就能夠去到六分 十或七分 所以呢 我們講的是五星五星星 如果你真的想是一個 就是完全是最高功力的五星 或者五星星 其實我建議大家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嘗試將一些 social awareness 這個 awareness 去 apply 下去 行不行 當然啦 你要有適當的貨 放進你的文章裡 什麼是貨呢 就是剛才說這些內容的貨 即是 whether你只是提名字 還是能夠提名字以外 再更深入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就恭喜你了